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 香港曾經出現過 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 香港球隊也曾經在亞洲足球運史上 創立輝煌的成績 我們也出產過球員 代表過中華民國 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哨子響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開始了 一代國門,足球世界 今天請到香港的國際級球席 陳藍申先生 亦是世界盃香港第一位 到現在也是紀錄 前無古人 即是他第一位 不敢說,後來… 亞洲第一位吹世界盃球席 剛才你說過一個,他勾過中 這個嗎 這個… 這是經典的 這個我當時也不知道 他很生氣,知道原來有人賭錢 在香港時 我有一場球,我已經是時間到了 我已經時間到了 我又看了停機器袋 拿出來時間到了 旁證又比其… 當時我們說時間到了 你通知我一時出席 對,雖然比其他人 比其他人擺在心口 對,三個小時 我們對過了時間 但我時間還有兩分、三分 即是太久了 不是太久了,花虛 花虛 花虛,花虛大虛 花虛和廣會 廣會也是這樣 在大宗室… 在籠門後面 我吹雞,被球迷罵得飛起 後來一架柴原斤 原來有人爆出來說 那個人用蘿蔔遮 把長針勾過來勾慢一點 多點時間,多幾分鐘去追 希望追和 或者追平,他便不用輸錢 所以很多古年精怪的足球 如果要寫的話 寫書出來就很大 一代降門何庸興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10時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捕月 新啟力行 隔空法工 玉敏柴場 現在同尾否釋政治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 所謂全國性法律 他寫得很清楚,對吧 除了國防外交 你怎麼去香港的內部事務 你會有全國性法律,對吧 好了,這些全國性法律 譬如在國國法通過之後 執行的機構是香港的 對吧 那你找一些不認識政治的 警察來執行這條法律 那裡才是大禮物,對吧 但是也比讓他來執行,有些人認為 但是現在香港的警察執行比國安更大 他更加會無限上綱 你明白嗎 但是起碼那個原則就是這樣 很清楚的 現在不是,現在告訴你 立了這條港版國安法之後 是由中央在港的機構監督 和指導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這個在他今天那個演講裏面 或者他那篇報告裏面 是說得很清楚的 為什麼當初你看到 就是那個決定裏面有提到 那時候我們已經指出 喂,你要在中央 中央要在香港設立這些相關的機構 是吧 那就是怎樣 這個叫做國家安全工作 那就是國安局 國安部 是吧 或者派一個叫做 協助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 那就是你整個懲罰部門 其實是 是吧 全世界所有的懲罰部門 包括民主國家 那都是 喂 那個權力不受約制的 民主國家還要有個國會 是吧 你壞了可以 那個調查局局長要走出來 在那個定證會裡被人動 之後可能要起訴你 他有這個機制 香港有沒有 沒有的嘛 那個司法部長你看看 查不查Donald Trump 這些 他有個國會在 香港人 香港特區政府就屌你了 又是應聲蟲 接著人大常委會就是共產黨的橡皮圖章 你的制度是這樣的嘛 現在告訴你 就是中央在香港設立機構 他是負責監督 他就是指導香港特區來執行這個 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那怎會有一個兩制呢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反應 人家是從他們一般的法治精神來看這個問題 香港既然是實行一國兩制 就是跟大陸不同的制度 那他就放心了 那當你如果可以 通過這個所謂港版國安法 然後由這個共產黨 在香港派駐機構 來監督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去執行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時候 那屌你了 那怎會還是以前的所謂一國兩制呢 嗯 基本上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又違反了你自己所制定的基本法 這個應該是很清晰的嘛 是嗎 所以我們看看 就是 上次我有提到的 就是李國能 他是 無可奈何 就是沒有存在 贊成與不贊成 就是認為他的立法 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提出七個建議 今天呢 這位姓鄧的港澳辦 副主任呢 都有提到 索及既往 無罪推定 你那些全部都是巨民來的嗎 實際上 你的司法機構 是共產黨控制的嘛 你喜歡索及既往 就是索及既往的 你抓多少些維權人士 都是索及既往的嘛 是吧 你真是 大家必須要知道 這個所謂國家安全法 或者大陸一些相關的法律 對人權 對自由 構成很大的威脅的那些法律 是怎樣來的 在毛澤東時代 就是一條叫做反革命罪 是吧 因為他們是革命 你是反革命 他將所有是非對錯 用聖社聖資來做一個區分 是吧 你走資 你想想你就是敵人 是吧 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來劃分善惡對錯的一把尺 是吧 所以他繼續有階級鬥爭 你新中國已經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統治 你還要搞階級鬥爭 是吧 這個階級鬥爭 就是說 仍然有少數的資產階級 是吧 就算沒有有形的資產階級 你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 你都要被人鬥爭 是這樣來的 是吧 你想想你習近平的老爸 怎樣被人鬥 是吧 簡單 聖社和聖資作為分別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 那是階級鬥爭的時候 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 鄧小平就反對這件事 是吧 鄧小平上台之後 就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那個時候就是 一個人 你是忠是奸 就是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來做一個標準 是吧 這個是一個 一個文化大革命 大家看看 千萬人頭落地不突然 家庭離散 道德敗壞 是不是人性屌 走向最惡劣的 就是一個運動來的 是吧 鬥老爸 鬥這個老師 是吧 舉報自己的老婆 舉報自己的老公 是這樣的 是一個這樣的時代 所以這個叫酷劫 在中國現在說 這個也是酷劫來的 是吧 這個是酷劫 不應該再發生的 所以你所有那些 就是 這些被視為 就是 勝之 或者走之派還在走 這些人 是什麼呢 是反動派 反動是什麼呢 逆潮流移動 就叫做反動 是吧 反動就是反革命 是吧 當權派就是革命 你就是反革命 所以有一條反革命罪 好了 接著有一條 有反革命罪 反革命宣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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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來就說 我要立法入政軌 現在不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就將反革命罪 就變成 顛覆國家政權罪 反革命宣傳罪 就變成 煽顛罪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現在就將這兩條罪 擺在這個國家安全法 而來香港用 就是這樣了 所以香港呢 現在有一個國家安全法 然後再來一個呢 就是這個恐怖主義四個範圍 嘛 現在將來看到的條文 就是走過這四個範圍 這個 這個所謂顛覆國家政權 和基本法 即23條所說的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有分別的 顛覆國家政權 就包含她的意識形態 你這樣濕狗 林鄭月娥政權 全香港人都認為她應該要收皮 你叫她 你叫林鄭月娥下台呢 就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任她用不用 你說 你言過其實的 到時候 大陸當然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那個所謂人民的基本權利 都寫了 集會結社 言論 出版自由 全部都有集合 那叫她好嗎 我經常講一個笑話 就是在文革時代 當年 人民公社時代 即是六十年代初 人民公社時代 三面紅旗時代 其中一面紅旗就是人民公社 你把整個家庭 拆散它 你老公在一個人民公社裡 第一大隊做事 耕田 老婆就是第二大隊 不知第幾小隊 是這樣的 為何她吃飯就跟其他男人大鑊飯吃 你就跟其他女人大鑊飯吃 那時候 是 完全是將整個家庭瓦解 還要搞鬥爭 是這樣的 喂 在公社裡 或者在某個大隊裡 有一對男女 戀愛成熟 結婚 那就要跟黨委書記說 我們要結婚 要叫她批准 其實是要支援她 他不批准 不批准 他們就說 憲法我們有結婚的自由 憲法有結婚的自由 但沒有寫你的名字 真是 這些就是中國的法律 我現在告訴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改過N多次 人家真正一部憲法 可大可久 經常修改憲法嗎 就像台灣一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就是因為修改得多 即是增修條款 憲法本文不變 很奇怪 你現在要搞台獨 你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但你那部憲法 是以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那你那些新的政治制度 或者現在總統直選 其他制度 就是增修條款 這就是學美國的 那些amendment 第一修正案 那些人最終要用第一修正案 來講言論之後 第五修正案 來講人生自由 他的憲法本文沒有什麼動作 是嗎 英國更加 有一部尤情憲法 它是按例習慣 沒有成文法 沒有成文法 中國那部成文法 厲害了 改一個N多次 有時可以將接班人 指定的寫在這裡 現在就是這樣 將習近平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新時代 就是 習近平 習近平 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寫在這裡 黨章憲法 然後憲法改終身制 那不是一樣的 遲些他倒了 當他又要改回 是不斷改的 是不斷改的 有些人現在在這裡說 基本法是沒有用的 因為有一部憲法 現在不只是擁護基本法 你也要擁護憲法 那你怎麼沒有憲法 經常改的 是吧 那你那部憲法 31條 就是國家在有需要時 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 法律由人大制定之 那你條一改了 那就沒有一國兩罪 那你效忠哪個版本 現在就要你的公務員 效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才豈有此理 大哥 你看一下 就算公務人員宣誓 那一零四條 已經被你屌你 你什麼 懂法懂得 已經和原來那條條文 已經是 走光了 一件事 但是他那裡說明 你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百零四條 公務人員宣誓 即是你認識法之後 然後DQ了幾個立法會議員 DQ了六個立法會議員 那條一零四 一零四 你有沒有改了 除了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除了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有沒有前面加一條 必須 即是你宣誓的時候 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沒有 那為什麼當時寫基本法的時候 不能寫下去呢 現在你要別人要效忠 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那有些人就很離譜 沒有寫都代表你一定要的 是不是 那這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你怎麼可以不擁護這個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呢 你怎麼可以不效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呢 那但是沒有寫的嘛 那為什麼當時沒有人提醒呢 不敢寫呢 也沒有必要寫的嘛 寫了就走了 是吧 英國人也不接受 是吧 這些盲無在說什麼 你告訴我 很清楚的 是吧 那你最多說他現在 宣誓的時候 不是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上 所以我當時 要擁護中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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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看看宣誓的版本 是吧 中間這個有個空位 跟著共和國 是吧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沒有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些字眼 成本基本法也好 現在你告訴別人 你一定要擁護憲法 效忠這個中央政府 是不是很過分啊 你告訴我 那怎麼會是一國兩制呢 休息一會兒